好 这边来看一下WBG对阵GW的第一局上半场 并换囚徒大副加园丁 阵容还是一个怎么说呢 溜的洞跑两个 溜不洞跑一个 这边的话上来抓囚徒 囚徒飞轮创台迪斯老师的囚徒 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这把上来抓迪斯老师的囚徒 其实GW有机会 因为什么外面园丁大副双薄命 溜的好 再加双薄命一套 三人开门站 跑俩或者跑一 三跑爱丽 有一点 有一点难 有一点难 这个不太会给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第一刀打中 两秒钟以后飞轮好 十秒钟以后闪现好 逼出闪现的囚徒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再想要多牵制的话 可能就得看囚徒这边有没有交互点 让他加个速走了 好像没有什么交互点 让他加速走的 一个震慑闪现没交出来 省下了这个闪现没什么太大关系 说实话爱丽这个闪现你还真别说 捏在手上面跟交出来是差不多的 在我感觉 因为他反正也没机会用 对吧 不太可能出现爱丽说中间这边会交个闪现去追双岛的 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这个机会 以前我还会觉得交闪现追双岛 但看多了以后发现有没有闪现 他都没这个机会 这边的话是肥胖流 你以为我们就一手救人 我们双保险这边原定还顶顿过来救好了 无伤救人卡半舒服啊 一刀打中囚徒 这一轮虽然说爱丽是被卡半且无伤救下来的 但怎么定呢 求生者也是耗了两人之力啊 人挂上二挂的话 密码机总量差不多是三台 三台不到 三台不到 不过还不错啊 对于求生者来讲 就这个局势是求生者完全可以接受的 外面没有吃到任何的过多的伤害 然后这里待会儿大副再来救一波再套一个博命 就后续就准备打三人开门战了 当然这边的话 原定的这个博命加双坛 如果暴露了呢 爱丽后续可能可以针对原定做一个稳三针四 你还真没说爱丽这把的一个多抓面 也真不是很高 也真不是很高 就可能一半一半吧 我觉得爱丽现在可能是一半的迎面 一半的平面 囚徒这边的话 交掉自己的电 手里还有个飞轮 迪斯老师 你现在手里面没有显现了 对吧 我还有操作呢 这边交互点 虽然这些交互点呢 都是一些小交互点 但是操作得当 配合飞轮 双坛 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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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错 博命结束了 还能再 是一个震慑呢 对不对 反正博命结束了 我还没倒 我就已经成功了 机子现在是四台的总量 外面需要多修一台 追大副 大副这边是个白板 能形成击倒 形成上挂 且外面的机子不够 爱丽这一手找人很快 击倒的也没有任何的 给到穷者任何的余地 把人挂上 现在外面 现在外面病患 在修 园丁这边二楼 压一手耳鸣 这个机子 因为大副比较耐作 你要正常的屁股 可能还真不一定 但大副比较耐作的话 爱丽这边市场 要去踹一脚吗 其实讲道理这边踹一脚 也行也行也行 没什么问题 那反正外面病患 重新再起一台吧 这大副是真爱做呀 感觉过了半个世纪了 他才过了一半 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外面需要重新起一台 这里卡死 过半了以后 逼你就回溯 这边人救下来 宝大副 机子差的不多了 这里一刀打在园丁身上面 园丁的双台也没有暴露过 一个是没有大心脏的 一个是上挂飞的 讲道理 这首追园丁会更好一点 追园丁香的多 追大副 你还真别说平的可能性 要比追园丁来的高 因为这个园丁击倒了 他没大心脏 他大副有大心脏 虽然说大副是个挂飞 但是爱丽这边 他是没有传送的 他底牌是切了失常的 翻 拦不住了吧 病患这边差不多应该摸到门了 因为他这边如果击倒园丁 然后把园丁挂上以后 回头去找这个大副 迎面要高 现在的话拦不住人了 平 我不确定爱丽有没有看到过 这个园丁的那个双弹加速 他如果说有看到过的话 这个最终的决策应该是亏的 没看到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 这边来看一下GW对阵WBG 第一局下半场 低宝的格局 这把的话 穷者这套阵容 其实我觉得上一把 就是GW的阵容 我会更加喜欢一点 这把的话也是双薄命 但是外面是杂技加火灾调查员 相对来讲 这套阵容的一个修机速度 没有上一套快 上来第一个点 抓圆丁 闷薄命 那我偏向于这把低宝 真剩 换老师这边的话 顶盾也就一个盾的时间 最多最多逼出闪现 甚至这边的话 其实压住这个位置 这块板子不足以支撑 能牵制起来的 回溯我过来 咔嚓一刀 好的 闪现没有交出来 这边地宝甩了甩手 还有个地下室 地下室其实对于野人来讲 地下室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直接挂上了 往外顶 没有带通机 刚才这边知道密码机在抖动 好 看到人的一个足迹 野人这边是吼了一声 把这个耳鸣给吼掉 手这个圆钉 不是特别舒服 最好呢 这边顶出去打 但野人这边已经上租了 野人这边上租的话 就已经准备过来救人了 那就正常下租以后 下租以后打一刀救个人呗 下租一刀 好 人救下来 可以 这波救人救的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圆钉这边 这个盾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用处一般般 跟薄命相重叠 可以帮他顶到这个交互点 好的 盾结束 换老师这边也牵制不动 后续其实更多的是看求生者这边的一个二人牵制了 因为这个圆钉 我都觉得不一定会有人来救他 要救也是把野人状态剥好以后 野人过来再救一轮 再救一轮呢 野人这边要吃刀 吃完刀以后后面待会针对野人都行 密码机差的有点多了 这局说实话对全人来讲是跑一的局 只能跑一个 上一局我们还能写写剧本三人开门战什么的 这一局能有两人开门战就烧高香了 甚至这边回忆一个冲刺还可以 但是地宝这边跟得很紧 追一刀 再打吧 连打三刀一路砍过来 人救下来 圆钉这边直接顶盾 那我先把野人抬了 想了想还是算了 想了想还是算了 看一下野人那个位置 过板砸板子 换老师顶起来了 这一波换 换 可以了 因为这一轮野人把人救下来 没吃双倒 换老师又拖了一轮 现在密码机只差最后一台了 已经修了20%了 这里的话 传送落地还是去抓野人 没有选择切船 过来 还是传了 传的话呢 这个传送一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传送 这个传送我估计他还得再交一次 就是这边把桃神的杂技击倒了 还得再传 除非他发现这个杂技没有大心脏 桃神这个飞轮不好交 这个飞轮交了就死死的针对你的 因为外面现在差一台整机 也就是说 滴宝在开门战之前 这个传送CD差不多就能好 手里有传送 这个杂技是个没有大心脏 哎呦震慑了 完了 不过有一点 这个震慑呢 至少把这个飞轮藏起来了 哎呦 这个慢翻 致命慢翻 现在是回忆的野人 绕线过来救人 我觉得滴宝这边应该不会守这张椅子吧 守这张椅子 其实如果说站在他的视角 这个杂技是有大心脏的 这杂技好强的 手里面好几颗球 拐命马机会更好一点 但他如果真守呢 看他打不打针对刀了 因为他打过去 其实是机子是不会好的 然后呢 拖出一个新的传送 把那边的过客秒了 挂上再来回拉扯一波 感觉真生命会更大一点 真要打针对刀 这刀针对刀 这可是个挂飞 没大心脏的杂技啊 看这刀扛不扛得住了 扛不住 扛住了三人开门站 扛不住挂飞 野人其实猪交掉的 野人有猪也遛不动 秒了以后再传送 都是一个四抓局 这刀扛中可能能保平 扛不住可能是个四抓 吃正射我都得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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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扛扛扛扛扛 扛飞轮交出来了 知道什么情况了 怎么说野人掩护一手 打一刀野人啊 这刀野人打的是 什么情况 这刀野人不会是 手抖了一下 点了一下吧 这刀野人打的有什么收益啊 看野人烦了 打了一刀野人啊 这不能平了吧 手里还有个传送 手里还有个传送 郭克这边应该会在中间给颗球什么的 然后让这边的杂技能有一个支撑 看一下传不传 传过去 哎有颗球 封口两颗球 现在有耳鸣 有耳鸣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判断的到 耳鸣消了 耳鸣消了 耳鸣又出了 好那知道了 那知道了 那知道了 哎看到了 杂技 逃神 郭克会学捞这个野人吗 郭克敢出来吗 敢出来 出的来吗 有点远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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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一个跑了一个 还是优势太大了 还是优势太大了 但这个局其实 怎么想刚才都应该是追杂技的 追杂技技到以后挂上挂飞 怎么都是个三起步啊 那刀野人打的确实让我有点没想到 看一下哎这什么红蝶皮肤啊 哦他他他他变身了 我好像好像有印象 飞行家作曲家大副家心理学家 刚才有观众觉得这套阵容红蝶砍挂切菜 不这套这套这套红蝶 你说能不能打能打 但是能不能赢 赢得不太好赢 为什么呢 因为这套阵容 它修机速度有保证的 飞行家作曲家心理学家 三个人修机速度都两个百分超过百分之百的 对吧 修机速度够 然后你说牵制呢 牵制不斗呢 牵制不牵制的斗呢 飞行家戴卫仪的心理三刀的 作曲家呢 飞轮双弹的也能牵制 好了大副稳定就人 你别说红蝶如果说这边抓人慢一点 哎呦 这波没飞过去 飞行家这边交疑型 疑型红蝶 压住爱丽 这一把的整体击倒节奏不是特别好呀 因为这里回头 五秒钟 四三二一 开悬停 然后再接喷射背包 拉开 再回头打断你飞 不得不说啊 这边Dragon的这个 牵制 他这波喷射背包 真的 我当时在看他的喷射背包CD嘛 但是我是没有想到可以先交悬停 躲掉这一轮 等自己的喷射背包好了以后 再飞出去 好第一刀起 那这边的话有块板子 刚好板弹CD好了 再一个加速 大家还会觉得这个阵容砍瓜切菜吗 真的 你太小看这套阵容了 这套阵容是属于修的快 能牵制 有救人 只是没有打架 只是没有打架而已 三台了 三台了 这边 还有一点是飞行家留了一波喷射背包 因为下一波是大副救 大副救人 不吃双岛 移行一波 移情一波 然后再救一波人 帮忙扛刀 飞行家手里有个喷射背包 四人开门站 牵制的不错 这个牵制的确实非常的优秀 这里的话狮子过来救人 因为穷者的边密码机是领先的 他并没有说是去卡什么血线 卡的比较紧 就稳定救人就行 救完人以后 机子一补 这个四人开门站 感觉艾力得切传送了 不切传送 这个四人开门站拦不住 外面两台机子 这移情都不需要了 飞行家这边还倒一个死脚点 让你多挂一会儿 等到人挂上来 外面两台机子都超过70了 来一刀打 这边人救下来 还拖会儿 85 船都没机会船了 一刀打中 摸个头吧摸个头吧 艾力这边要飞天 好那放手 这边拉开密码机 一刀落地 刀没中 还有一个喷射背包 先等加速结束 你飞过来 我再就要喷射背包 反向走 这边还有个地窖 先卡块板子 能拖一会儿 试一会儿 一刀倒地 挂人 门肯定开了 穷人兵已经拉开了 诶 全员放手了 再点门 这边要挂 椅子比较近 大副有块怀表 大副有块怀表 传过去 三跑了 来看一下GW对着WBG的第二局下半场 低保这个艾维 有点没想到 因为低保保平盈 对吧 所以说这局其实艾维就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甚至这套这种低保掏出艾维我是不看好的 因为这把他穷者这个阵容我觉得打艾维还可以 你看三个两个飞轮 然后这边心里哭泣小丑 勘探员 没有一个特别好欺负的点 当然这个只是我现在的看法 一家之言 毕竟我对于艾维的这个理解 我觉得还是比较浅的 阵容方面的话 我只是从流利大神这边稍微的跟他学了一些 知道了某些几个就是艾维不是特别愿意打的角色 这把哭泣小丑 第一个点带博命的要抓吗 你开火箭炮直接一个异族本相 哎这一波换老师 这个哎呦我去 这个火箭炮就有点问题了 正确的打法我们今天看到谁呢 小果冻那一波就很很很细致了对吧 因为伊斯人的异族本相是可以打断这个火箭炮的 小果冻刚才就比较优秀的回升一炮 把这个艾维机晕 要不然你开火箭我直接一个异族本相 躲不了的没见过躲掉的不过还行吧 反正现在也没有击倒看看这边 呃换老师的哭脚手还能拖多久啊 身为上面来讲 哎这边要交疑情 疑情 疑情给换鹤 如果状态全补满 那第一宝这把前期的击倒节奏可就 有点慢咯 哎不对劲啊 因为他现在这边哭脚手满状态了 他不太好去抓 那么抓谁呢 抓心理 理论上面来讲这套这种可能要主抓心理 抓心理 好了外面哭脚小丑 佣兵两个搏命 机子的话现在总量加起来 其实已经到两台半了 这心理是个满血 心理的操作者是谁呢 陶神陶神这个看小镜头 看他我陶神怎么扭 闪现一刀 没关系 我陶神还有个飞轮呢 在这个区域里面 一波 谈笑间陶神就这么水淋淋的倒下了 哎 我们把刚才那个潘大帅拖出去砍掉 对吧 相信众多陶神的粉丝现在已经咬牙切齿 你这个潘大帅给我闭嘴 好的 我们现在来的是 大家好 我是潘大帅 第101号 刚才那个第100号现在已经被淋迟了 已经淹没在了大家的口水当中 好 这边 用兵救人 看这一波怎么救 还好 这个位置的话 这救下来 但是好像要吃一波 双倒 逃神还有一个飞轮 勘探员 果壳 果壳在旁边 果壳这边的话 吸一手 但是 能过去吗 这里 压压压压翻窗 还在拼操作 这里一波附身以后传过来 逃神 飞轮没有能够顶出来 一组本相喷到 完成击倒 看待员手里还有一块子铁 这边过客不放弃 90 100点 那这边拿你一刀 这一刀拿完以后 我觉得这一刀其实不能拿 这一刀拿完 你别说反而给了过客一个 一个身位来 这刀好像拿的没什么问题 本来想的是因为 我们从结果来看 过客这刀吃完是没走的 他是继续过来打的 所以说感觉这一刀 其实给到了过客一波操作的机会 只是没有能操作出来 密码机的话 现在还不够 熊子这边 拥兵双岛交自己 勘探员 这边是半血 哭泣小丑救人 能救下来吗 血线很紧 救下来 一刀扛住了 现在全员宝桃神 密码机插的不多 密码机插的不多 哭泣小丑 一颗火箭炮 哇 这颗火箭炮是远程的 感觉开了狙击八倍进 苗的这个爱维啊 心里的话 现在有 面对一个有闪现的爱维 能操作得起来吗 机子已经压好了 最终好像还是一个私人开门站 迪宝这边想回头 想回头 闪现如果交了 这个局要多跑 闪现捏在手呢 这个局还有保平的可能性 这里98点 这个恐惧 我就不看你 看小镜头 看桃神 桃神 很细 很淡定 还在操作 好 这里传过去 想压这台机子 一刀打密码机 这一波确实有点没想到 但是能拦得住吗 因为外面求生者是三个人救下来 好 这边拥兵压机子 我大不了你拥兵这边吃刀了 我 兵马机 能点亮吗 这边不点 等看待员过来 磁铁弹开 漂亮 再 nice呀 这一手是把拥兵当作一个建筑掩体 弹了一手 弹晕了 过客虽然说倒地了 但这边过客是一个二挂 他不是一个挂 飞那边的门在点 门在点 这边低宝的话 赶过去 感觉这个门也拦不住 因为伊斯仁是在门的另外一端 他手里还有个闪现 能保平吗 现在拥兵手里面还有个护臂 哭泣小丑和 心里应该是都能走了 就看这边拥兵护臂跳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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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附身CD还没好 三跑 这边来看WBG对阵GW的第三局上半场 红教堂 爱丽这边掏出了使徒 这个阵容 说实话 确实上限蛮高的 但打使徒呢 使徒这个角色就是来保下线的 所以说我觉得爱丽 赢不赢不好说 但正常抓人 想保平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 看下中场 迪斯老师古董伤 面对一个使徒 古董伤还敢占中场 你是不是没见过我使徒抓古董伤 当然这把的话 爱丽是带了一个底牌挽留 他并没有带张狂一行 这里第一只猫就很关键了 这只猫如果被迪斯老师躲掉 整个击倒 他两猫 或者猫咬中 然后待会第二波配闪现 很香 但两猫如果不能形成击倒 整个击倒要拉到 比如说 一分四十秒 一分五十秒 外面有两台半 第一波沉默 这边是云门 已经跳出来 进了板子 那这个前期的击倒 爱丽这边要不先交闪吧 这个闪现 不能拖了 不能拖了 因为这把穷人者是双薄命 单薄命还能拖一拖 我们上地上看双薄命 一棍点开 哇 迪斯老师 不得了啊 迪斯老师现在手里面还有一个飞轮 这个牵制 进到五女的阵 这边要不要再拍一个 再拍一个减速八音阵 好 双管齐下 猫咬中的是五女 古董商 沉默 飞轮顶掉了这手沉默 哇 天哪 古董商牵制使徒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你得应对的非常非常好 那么这把迪斯老师 就是非常非常好 这边还一起开火箭 沉默 这边是一个加速跳过的沉默 咱俩 撒巴拉巴打 呃 只能说今天GW这个求生者有点顶得过分了呀 这一把属于是什么 古董商配武女哭泣小丑的三人牵制 在他快要倒的时候 武女巴音和站出来了 在他又快倒的时候 哭泣小丑火箭炮出来了 这边反手过来抓武女 这武女是个满血 那么求生者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补状态 状态一补好了 双薄命一套 怎么的四人开门站了 因为第一波佣兵9 佣兵9 我吃两刀我也把这薄命套上了 密码机是够的 因为现在的话这边武女还没倒呢 佣兵得是什么呢 得是吃一刀猫定住再加个震慑 人就不下来 爱丽只有这一个节奏点了 5GW今天确实啊 他们在第二局拿三跑 爱丽的红蝶 这把感觉又要三跑啊 猫 咬中啊 这边就不用弹啊 不用弹 这这这 等猫回来打一刀 没猫了 猫还没到 这波是卡半且不吃双岛 将人救下来 没办法了 底牌切传 传送落地 找古董商 古董商 迪斯老师 手里面还有一个飞轮 还有一棍 加一个飞轮 武女这边倒地 外面新机子已经在起 这一棍虽然扫空 但是没关系 咱们没上过挂 新机子已经在修了 这里是哭泣小丑来救人 有个地下室 地下室感觉不解决问题 直接火箭炮轰 先把搏命套了 因为这把是没有人 对 直接火箭炮轰 我晕眩救人 先把搏命套了 这个搏命 把这个时间拖出来 机子就够了 你反正也没传送 对吧 你又不能传送过去 抓过其他人 这里哭脚丑 不管 艾力的话呢 能打出一个什么点呢 能打出一个新的传送点 开门战应该是有传送的 然后呢 也打出了一个 二挂的古董商 开门战古董商是个挂飞 你说这个就是死局呢 也不至于 但是呢 这个局有一个满血的佣兵 应该要去天门了 这个佣兵天门 哭泣小丑 手里面还有火箭炮 这波我觉得火箭炮 攒一攒吧 留一留 哎呦 这 刚说完 这一炮轰在我脸上了 感觉这一巴掌 来的如此的响亮呀 一刀打针对 密码机点亮 15秒的传送 哇 这传送CD好了 门已经开了 这个古董商是个挂飞 也就是说哭泣小丑要走的是地窖 哭脚要走的是 哭脚说走门的话 是有可能被拦的 虽然说傭兵可以帮忙扛刀 但是使徒是可以放猫的 门已经开了 门已经开了 如果这把是三跑 那么留给WBG的求生者 就是必须四跑 传送 打的真好 好 这边来看一下GW对阵WBG的第二 不是 第三局的下半场 这把是一个必须四跑局 祭司 傭兵 机球手 加油拆 阵容是拿到位了 且注意啊 这套阵容的续航非常非常的好 祭司的道具可续 油拆的道具可续 机球手的道具 相对来讲也比较可续 那么这一把 上来第一个点抓 桃神 桃神这把的话没有带飞轮 他们这把是一个飞轮都没有带啊 是防 防啥呢 不带飞轮 防帮帮防使徒吗 桃神这边第一刀应该是要有了 第一刀应该是要有了 这刀打完以后呢 低宝这边通过这一刀夹张狂开了技能 手里有遗形 机球手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过来了 最好是 哦 祭司先用动宝 可以 最好是第一轮啊 在没倒地的时候就开始打架 一个那块把这个窗给封了 但是人翻出去了 再绕 桃神这边的话 加速都已经用完 已经没有道具了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撑了 现在除了机球手过来 只有自己的两条腿了 当然还好 哦 还有一只狗 还有一只狗 加速性结束 97点 蜡 隔窗 喷到 一刀带走 不够啊 呃 整个牵制呢 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是BOE的上半场 这刀这种这个牵制 我觉得求生者 比如说去打 呃 这场佣兵就一波 就是打一下 祭司辅助一下什么的 有可能能打出四人开门战 但这个局势要四跑才行的 低宝这边一定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他一定不会瘫 那么低宝这边不会瘫 其实更多的叫求者瘫 这边的话是没有想到 他防住了佣兵 但没想到这边祭司把人给捞下来 但祭司捞下来够不够呢 不够 还是一句话 机球手这把要有神级发挥 才有可能四跑 祭司这边做得很好 帮忙考 哎 好坏呀 坏老师 坏老师 这 这还躲掉了这一刀 先把这个窗给封了 打一 打 不是 什么鬼 这个祭司一刀没吃到 这边穿个洞 过来看一下刚才的邮差在哪里 邮差在哪里找不到了 哎 哎 没有打架 机球手没有打架 就纯凭祭司一己之力 把这个邮差给保走了 我们换局长刚刚接受采访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的问题嘛 他们现在很厉害 我们老人这些经验啊 已经不足以去支撑跟他们对抗了 搞半天你在这边跟我开玩笑呢 好了呀 在地宝现在处于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 人呢 那求生者开始可以准备了 开始可以准备了 确实准备四跑 要知道的是 佣兵这边手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搏命 这里的话先处理佣兵 打佣兵 闷博命 佣兵最后一个互币交不交 感觉可以留一留啊 感觉可以留一留 但是毕竟啊 这个局你说三跑或者说四人开闷战 那肯定是有了 四不四跑还真不好说 WBG要创造历史吗 机子肯定是拦不住了 这个机子肯定是拦不住了 机球手 待会过来保一手吧 这个佣兵他得保走 而且这个佣兵最好保个满血 他回头套博命 四人开闷战四跑面 大大提升 祭司的洞也准备好了 但这个洞好像 对于开闷战来讲 用处不是特别大 他连的位置比较的一般 他至少要连一边的门 这边的话一个热蜡喷 还没喷出热蜡的效果 再补 抓祭司 不好啊 这佣兵满血带户币 哇那个天 机球手 这边手里两颗球 走你兄弟 好祭司一个洞 先打 完了 现在有点懵 大逃亡 好 窗给封了 这边祭司是走了 能不能开个洞进来 好像没有洞 没有洞 没有洞 有个地下室 有个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 很关键的一点是 祭司手里没有洞啊 也不挂地下室 他是觉得祭司来救 这个地下室 并不是特别的稳当 穷者最好是开两边门 游戏还没有结束 一定是回来打的 怎么打 祭司一个洞 欢老师 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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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老师 这边是不是中间 前面 佣兵吸引一波 祭司从后面偷 逃神这边的话呢 比较容易被针对 所以说逃神没有出来 要相对来讲 更有作战能力的 祭司和佣兵出来 哦 我懂了 祭司这边连大洞 佣兵这边套 薄命 四人开门战 四跑 懂了 再等 大洞连起来 大洞连起来 先大洞再连了 大洞再连了 这边 知道你要干嘛了 知道你要干嘛了 大洞能连出来吗 连不出来 连不出来的话 姬佣兵 一刀 祭司倒地 感觉这个大洞连得近了一点 离椅子太近了 其实小房那边就够了 感觉这个大洞真的太近了 这样的话 地宝是可以防得到的 你再拉远一点 因为薄命20秒呢 再加上这个姬佣兵是双弹 找个交互点谈一下就走了 一个辣块 这边祭司交了个自棋 现在四个人都在外面 挽留已经结束了 机球手是个挂飞 祭司 一挂 还能打 还能打 这边先把机球手状态先补起来 想补 但是地宝闻着味就来了 一板子拍 祭司先手里有个洞 那么现在邮差去点 邮差去点大门 祭司这边 地宝根本不想管 眼里只有这个上挂飞的机球手 眼里只有这个机球手 哥们别走了 留下来陪我 一板子 用兵一板子把机球手拍倒了 那只能说WBG尽力了 甚至地宝这边还能再留一个 唯一可惜的就是这个洞太近了 这个洞在小房就可以了 你有薄命的 这薄命真的 这个洞在小房四跑了 这个洞被打断太伤了 薄命20秒 如果没薄命 这个洞需要近距离 但是有薄命 这个洞真的远一点好了 这里要保近身 还要再打 逃神 捏着小狗就来了 这只小狗的名字叫WASABY WASABY一口咬住了地宝的 大小石 这边 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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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佣兵扛 一刀打 佣兵有护臂 一个护臂跳 感觉好像应该是平了 再打没必要了 现在有只WASABY的话还行 咬一口 用冰下来 然后走 因为油拆也是满状态嘛 好像还不放弃 还要再打 今天就给你死磕到底 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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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能看到这样一场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燃起来了 为什么要叫WASABY 为什么叫WASABY 突然想到的一个名字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一只可爱的小狗吗 好可爱 就下来 这边起热了 一个刀别走 一个刀别走 他打了刀祭司 等会儿 有异形 有异形 不着急 还能 异形过去 这边的话 拥兵 油拆先走 祭司要跳地窖 三跑 三跑还能保个近身 一个洞打过去 拦不住我 掰了个掰 哇塞 牛逼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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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